不用自相術了 你現在也不要踢正步了 就要講得更白是 現在共軍只要攻擊我們的機艦 包括我們的設施攻擊台灣奔道之外 你任何的飛航器 沒有經過允許進到12海裡領空 領海我就可以下達自衛權 你先不講嗎 第一級不在我嗎 現在怎樣 你只要進來我真的敢打嗎 對 問題就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級在誰 第一級就在解放軍自己的選擇 那麼如果你攻到了 你已經進到了 我們的12海裡以內 形同侵犯我們的領海跟領空 沒有什麼好講的 你的第一級你進來 我們就必須要跟你打下來 用飛那麼地打下來 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那為什麼呢 如果連自己的領海跟領空 都沒辦法護衛的話呢 我們要中華民國三軍幹什麼 那除此之外 如果顧力雄已經跟你講 如果我們的駐地叨叨了攻擊 那就是反擊 我們是行使自衛權就對了 這個是顧力雄授予第一線的官兵呢 直接決定直接就開火了 那麼顧力雄我覺得 它是完真的嗎 它是完真的 就像這樣子的無人機 進到了金門的上空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打下來嗎 無人機 現在目前為止 進到金門上空的無人機 都是商用的無人機 都是沒有武裝的相關的無人機 那這也凸顯了我們在這個 等於說離島前線缺乏這樣的設備 當然問題是 如果你進到我們的領空 那進行這個所謂的 它要把它實現所謂的第一級呢 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要圍擊我國的安全嘛 圍擊我國的安全當然就是還擊 寶傑你可能不知道一件事 這幾天你知道中共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它的動物4A兩艘動物4A 直接在宜蘭外還要禁逼我24海裡 這是過去沒有發生的 過去呢事實上在這次他們不是說 要還擊這個等於賴清德懷疑他台獨嘛 不是要鎖定劃定有幾個區域嗎 距離花蓮最近也在保持24海裡之外 但是這一次動物4A兩艘故意要入侵 那我們的軍艦就擋在這個地方 來 你要進來 你要考慮清楚喔 你要考慮清楚結果怎麼樣 你剛剛有沒有聽清楚 我所講的是共軍的動物4A 對 跟各位報告 共軍當然在飛機跟軍艦比我們強太多了 但是動物4A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動物4A是 那麼要護衛他們的 山東號 遼寧號的航空母艦的 護衛彈復衛艦 但是山東號跟遼寧號 全速前進的時候 南俠展昭追不上前面的包青天 然後他們慢慢跑啊 他跑得很慢啊 我問你啊 這個動物4A我講坦白的 連台灣的軍艦都比不上 為什麼他會派兩艘連台灣的軍艦 都比不上的飛彈復衛艦呢 故意在那邊挑釁 他如果今天來的是動物2D或是動物5 我們就要搶一下 心裡要搶一下 那個是比我們任何一艘軍艦都要先進的軍艦嘛 可是他還是派兩艘來洗腦嘛 很簡單 這就是中共現在的態度嘛 那他為什麼這一次對這個等於說 那麼美軍的這個提風系統這麼感冒 因為很簡單 提風系統事實上沒什麼了不起 它還不是最新的黑科技 問題是他是這一次距離就直接瀕臨城下 在呂宋島啪下去了以後 一套提風系統4枚飛彈 有標6有標6的防空飛彈跟這個戰斧巡迷飛彈 然後一次是4輛16枚啊 那麼16枚如果他多部署幾個單位的話 我問你那形同在南海 插一把刀在中共的心臟上面嘛 所以他才會那麼感冒嘛 不要忘記 他在這邊 部署這個提風系統的時候呢 那麼日本也跟美國買了 這個400枚的炸腐巡迷飛彈 200枚舊的 200枚新的嘛 那什麼意思 那台灣 永遠不斷又把這些飛彈 跟相關的炮彈運來台灣 整個第一島鏈全部都鎖緊了嘛 莫怪中共會那麼生氣 好 今天我看 剛才知道的 顧麗熊今天這個台灣讓很多人覺得非常的驚訝 台灣真的敢主動攻擊了嗎 而且他這個是已經跟老美講好的嗎 顧麗熊他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秋歸顧不隨 對不對 邱國正部長所做的很多事情他都改 但是 保濟哥 我跟你講 很意外的 他去了立法院講完之後 軍中出現了 不要說兩極 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哎呦 看來是新官上任新氣象 他不提正部 他不上刺刀術 以前邱國正他堅持要 因為是黃埔精神 那不提正部 今年可能是最後一次 黃埔百年之後 他說今年都已經練好了 所以就踢 然後不得不用去 就學生就好了 明年以後也不用踢了 為什麼 因為在現代的科技戰爭當中 發射飛彈 操作武器 不會打到最後還要面對面的以後 等一下我先上刺刀 不會了 但他不是不要戰績 他要戰績 他要搏擊 但他不要上刺刀 第二個 他還做了什麼改變 其實我本來也沒那麼清楚 保健哥你知道嗎 只要當兵的話 他這一輩子可能住五二十年 老婆 女兒說要去日本玩 他就不能去啊 因為他不能跟著去啊 他也不能自由行啊 然後說跟團 那大家一起跟著 不是 是要國防部 他們同意的團 那現在就把它解開了 你要自由行就是自由行 出國也不用回報 休假的時候 這個正副主觀也不用說 一定要一個人留守 他做了這些改變 就是要做什麼 我做個結論好了 他要讓現在目前在當兵的人 覺得當兵沒有那麼苦 沒有那麼沒尊嚴 或許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才剛 或許明年回頭來看 這一年過去以後 步兵的人數增加 那他就達標了 這是美國他要他做的 第二個 他現在目前所講的 大家都在討論說 飛到了這個海峽中艦以後啊 二十四海里 零街區十二海里 怎麼樣第一級 這是以前最關注 我以前跑國防進入的時候 每次國防不記得就問這個 顧力總完全就是 你不用問這個了 這不重要了 因為他飛進來 他就侵犯我們的領空的時候 就視為第一級了 我們隨時要反擊 我們不會去管說 是不是我要欠對空鳴槍什麼 還有用槍機制沒有了 他讓對方知道說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做好防衛 我們不會過去 但如果你過來的話 你就要必須面對 我們中華民國 國軍的一個制裁 所以以前講說第一級是開火 對 射擊現在不是 是你只要越界 你就是第一級了 這個在邱國鎮部長 他最後幾個月之後 他其實已經有暗示了 就是說不是說 對方飛進來 然後他必須要開火我們才回 也不是說對方飛進來 我們必須要先示警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不要飛過來 那保全哥我現在馬上講 他說不要飛過來 不要對台灣進行 這個軍事上的威脅 這個事情 剛好跟最近拜登的說法 是吻合的 拜登就講 我們是一種政策 One China Policy 所以我不會跑去一個 叫台灣獨立或怎麼樣 可是你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不能來台灣 侵犯台灣 攻擊台灣 所以你一旦有的時候 顧立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他要跟美國 美國當然不會迷目張嘆 講他跟顧立雄怎麼樣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做的就是 美式的一個改革 美式的軍事改革 然後我就 我們現在所有武器 都是什麼制度 都美國的啊 所以顧立雄他現在上來以後 他在整個國防的概念上面 完全不同 然後最讓大家驚訝的是什麼 523 524的時候 不是中國大陸軍演 歷劍2024 那都已經把我們台灣圍起來了 你新冠上任 你當國防部長 是不是要趕快去 對不對 聽報告對不對 聽幾分鐘而已 就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真的要打仗的話 是誰 是這個 梅家術參謀總長 他負責指揮作戰 我是國防部長 完全的分工分權 那知道踢政部 他才會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時間 應該回歸到正常的戰術 然後踢政部的時間 刺槍數的時間 流出來之後 要幹嘛 總不能去拔草吧 總不能去掃廁所吧 那這些阿兵哥要做什麼 就是學習美國的戰術 這就是美國的指導原則 還好我早當完兵了 不關我的事情 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漢之後 為什麼這些東西刪掉 但你知道換過來的是什麼嗎 死打死的硬操演 有夠硬 比如說 很硬嗎 他們現在講 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叫做 近戰格鬥 我看完那個畫面我嚇死 而且美國要求中國不要輕舉妄鬥 不只是說他拉幫結派對付中國 現在連把手伸到台灣 是越來越清楚了 接觸了剛剛講的F16的備品 設備 現在是賣給台灣 這不足為奇 因為我們買了你的武器 本來就可以買你的備品 更誇張的是 你直接從美國的軍火庫 從美國空軍的武器庫 直接掉過來 掉過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互通有無 另外就是透過顧力熊 以前我們聽到的消息是說 蔡英文早就要改了 可是邱國正這些人就是不肯改 換了顧力熊以後就代表 美國對你台灣的訓練都有意見了 沒有錯 你看我們的空軍的F16 現在來講的話 2022年曾經跟美國買過F16 相關的備品領主件 但是現在2024年又給他買 結果這一次的新聞稿當中 特別出現了一段文字 非常有趣 他是說這些備品 將會從美國的空軍的軍火庫當中 轉移到台灣來 那這個東西 這有什麼特別呢 從來以前都沒有過的 以前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廠商啊 軍火商啊 生產完之後就送到台灣來 但是現在是直接 從美國的軍火庫當中 掉貨 那你想想看 從美國的庫存 對 美國庫存掉過來之後 那美國庫存呢 不就是少了幾個領主件嗎 那少領主件他怎麼辦呢 他必須要找廠商再去補啊 所以什麼意思呢 他過來之後 他要補 這整個是台灣的軍火庫 跟美國的軍火庫 整個是串在一起了 我多 你就少一個 少一個你就要增加 那這要不斷的一直 一直進行來講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互通有無了 台灣跟美國的軍火庫 是互通有無的 而且再加上 現在顧力雄已經決定了 取消踢陣部 跟所謂的刺槍術 這兩個東西其實說真的 在美國的眼中看起來 就是極權國家的象徵 而且說真的 踢陣部也會傷後腦勢 你知道嗎 傷腳腦 會傷腳 更重要的事情 踢陣部跟刺槍術怎麼打仗 這不符合美國的戰績要求啊 美國的戰績要求 是要近身搏鬥 或者是採取任何的戰術來講 你看今天 顧力雄說回歸戰術 什麼叫回歸戰術 其實就是美國教官 要來教台灣的阿兵哥 怎麼進行實際作戰的一個做法 你如果說踢陣部來講的話 你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把整個亞太地區所有國家 有踢陣部的國家拉出來 沒有日本 沒有韓國 那這些國家難道不會打仗嗎 那踢陣部他才會打仗嗎 不可能的事情 把所有時間應該回歸到正常的戰術 然後踢陣部的時間 刺槍術的時間流出來之後 要幹嘛 總不能去拔草吧 總不能去掃廁所吧 那這些阿兵哥要做什麼 就是學習美國的戰術 這就是美國的指導原則 宇軒 你過去也當過不明牌照 現在 孤力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不刺槍 不踢陣部了 保安哥我看完今年 一屋一年兵 他們手要受到訓練 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一個感覺而已 還好我早當完兵了 不關我的事情太可怕了 很可怕 看完冷汗之後為什麼 因為他很想說不對阿宇軒 他們現在不是說要變得很輕鬆嗎 整個都校改嗎 不對 為什麼 他們是把沒有用的 比如說什麼 我放假回家 要每個小時回報 掌觀眾無聊的去掉 踢陣部去掉 刺槍術法 劉哥還記不記得 全景吐司 刺 完全沒有那個作用 完全沒有那個P喔 這些東西刪掉 但你知道換過來是什麼嗎 實打實的硬操演 有夠硬 很硬嗎 他們現在講 我們要先學一個東西叫做 近戰格鬥 我看完那個畫面我嚇死了 各位 就你現在看到這個近戰格鬥 什麼意思 他是要你真的兩個單兵 就進行演練 而且演練的模擬重要是什麼 如果說戰場上發生 你看喔 有人攻擊你拿刀要刺你 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什麼樣的板子 什麼樣的帥 你看他直接把他肩膀壓在那邊 那是壓真的耶 直接摔 不是開玩笑啦 你看那個是真的往後 前置住讓他動彈不得 去學習這些近身的戰鬥 而且不只是這樣他還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們講的 核化聲棒演練 什麼意思 以前呢我們是不是大家都演練過說 單兵注意 單兵注意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來抬頭觀察 右左往右 右往左 喊口號嘛 但現在不是他就是說 好比如說真的前方有核爆 請問單兵該如何處置 你就真的要戴著防塗面具 各位你看喔 大太陽頂下 這就是我當兵的成功靈喔 戴著防塗面具 然後你看到幹嘛 往前走 然後突然翻場一喊 核爆發生了 你要怎麼辦 然後他們馬上呢 真是毒氣室 毒氣室 裡面放毒氣 保力哥真的放毒氣喔 各位你不要看到他們現在 因為這是鏡頭在拍 來這個就是真的毒氣室了 他們真的要進去裡面 然後給毒氣燻個一分鐘 你看他們在出來之後 每個人趕快拖下來 淚流滿面 因為那個真的很臭 你知道嗎 保力哥 然後他整個淚流滿面的時候 你看他吐口水 吐 不只是吐口水 甚至還會吐 因為真的很痛苦 他們說就讓你體驗到真實 如果這個有毒氣的話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保力哥你知道這特別是哪裡 以前我是做預關的 所以這些訓練其實我也有訓練過 你就真的要進毒氣室 但他們是兵啊 你怎麼會要每個小兵 也做這種事情 有夠硬 然後真的還要模擬核爆 你知道模擬核爆 那要做什麼嗎 放肆 你真的要蹲在那邊 大太陽底下 戴著防毒面具喔 槍還飛在你背後 然後在那邊撐 撐90秒 90秒你才可以停下來 而這些訓練 現在通通都跑到了 連一般的阿兵哥一年無一 都得要經過這種訓練 其實他們要玩 都玩真的 對而且有一項 我不只是玩真的 連我這種當預關過的 我軍關我都沒玩過 你知道玩什麼嗎 戰傷救護 就像你各位看到 他們現在模擬狀況是什麼 以前我們說戰傷救護 就說受傷包紮一下 這樣就好了 現在不是喔 真的你的同袍 在你面前倒下了 你要怎麼做 你要拖著他先遠離火線 然後到有遮蔽狀況之後 開始幫他綁止血帶 而且教官華在旁邊什麼 不斷的給你噴 不斷的給你噴 寶貴哥你知道噴什麼嗎 噴什麼 噴血 噴到你的臉上 不是噴受傷的人 因為你在包紮受傷的人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一直流血 血會噴出來 然後一直噴嘛 他就模擬說 你以為這麼好過嗎 我們當然要模擬最新的環境 拿著那個血漿 就一直往那個包紮的人身上 一直噴 而且他們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你有辦法 從火線把它 那是血漿 噴了血漿 那怎麼可怕啊 對 而且所以你看 整個現場的畫面拍起來 都一片黃黃黃黃黃 現在當必要這個樣子 對 你看阿兵哥緊張到手 一直手忙腳亂 到底是要這樣 你就知道 真的是玩真的 有夠硬 而且我覺得這況是 他們的射擊也是玩真的 而且射擊有算喔 還搞夜間射擊 對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 在做這種射擊訓練的時候 我那時候拿了 在做65K2 那種老古董 你知道怎麼射擊法嗎 沒有 就是班兵排好好 然後清槍完畢之後呢 到一個定點 非常安全的狀況之下 大家一起騎射 射擊 然後就這樣子 他們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什麼 邊跑邊射 嚇死人 他們就說現在要演練的時候 快速移動射擊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就說不行 馬上的 立射 貴射 握射 三個叫輪流交替 對 因為貴射 立射 握射 是我們大家都學過 但是從來沒有學過說 組合在一起 等於說他是不是有陸陸續續 前後方有很多眼閉物 而且你看喔 為什麼槍會震動 寶寶你知道嗎 有時代 那打針的 我真的不是可以開玩笑 所以等於是 我移動到這個地點 開始射擊 然後呢再跑到另外一個地點 趴下 再射擊 再跑到另外一個地點 蹲著再射擊 甚至立射 握射 趴射 全部都要會 而且最厲害還是什麼 這個我就真的沒有玩過了 以前呢 晚上我行軍喔 頂多唱唱夜襲喔 走走路唱唱軍歌 他說不是 你要夜間射擊 夜間射擊 對你知道夜間射擊 怎麼個射擊法 真的還假的 開玩笑 真的 他們是到了靶場之後 你知道嗎 訂點之後 原本會有開燈喔 就大家確定完畢之後 然後說好 要射擊了 把你燈關掉 讓你在按檸檬枕 看不到你說 宇軒他該怎麼射 那打什麼 他有夜視鏡 有夜視鏡 對 我們國軍冰工廠 最新生產出來的夜視鏡 所以他等於是說 讓你提前體驗說 到底用這種夜視鏡的方式 你要怎麼瞄準 甚至在晚上 因為拜託 戰爭又不會管你白天要晚上 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烏二戰爭 打得可兇了 無人艇到處撞 而這整個東西呢 他們最後還會把 不是 你知道嗎 以前夜教的時候 我最喜歡去墳墓 墳墓前面會有水泥 躺在水泥上面 就不會有螞蟻來咬你 結果他們現在 夜教是真的要射擊 對 夜教要射擊 而且也是確實 躺在冰冰娘娘附近 只不過手上都一把槍 然後還要開槍 所以他們還現在把整套的 我們剛才講到00鐘的 你以為都是分開嗎 不是 他在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建設 建設的時候 震撼教育什麼 把你所學所會的 我已經不知道多久 沒有看到這種爬豪鉤了 你知道嗎 爬這種鐵絲網了 連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時候當兵的時候 大概十幾年前 也沒有玩這麼硬啊 還真的要 你看 所以等於說 包括單兵小組作戰 要如何掩蔽如何遮蔽 然後呢 包括他們先前所演練的 這種射擊的部分 甚至爬豪鉤 把全部的東西綜合在一起 但是還有要求 這個是一般兵 一般兵 一般兵要這樣玩 就是你要成為一個合格的步槍兵 竟然要做到這些事情 而且實戰射擊裡面呢 總共有18發 而且要達到9發 或超過9發 通通的要重把 才叫做合格 這誇張是 你現在不是要叫招嗎 叫招也要夜間射擊 對 包括 各位 我之前也有去過叫招 那去過叫招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打步槍 這沒什麼大不了 第二個我們講 打排擊 這倒是有點新的體驗 但我也沒有什麼夜間射擊 他竟然說 也是叫招 裝著這種 我們TS-84的這種夜視鏡 然後很多人都很興奮說 我叫招這麼多次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說 竟然連叫招 還可以玩到夜視鏡 而且保留更知道 這個夜視鏡的構想 是來自哪裡嗎 他們直接講 我們這個就是 比照烏二戰爭 因為烏二戰爭 有這套夜視鏡 所以我們當然要拿這個 我夜視鏡真的看得到 對 而且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叫招用的比較爛 叫TS-84 但是我們現在四關兵用的 非常好 是我們最新兵工廠生產出來的 叫做TS-96 你知道它厲害在哪裡嗎 第一個 它除了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指揮官 像我 步兵指揮官 我帶了嘛 我就帶那種雙眼的 然後是只有一個孔的那種的 雙眼一孔 但是那種小兵有沒有 就拿那種一眼一孔 裝在槍上的 有槍可以用的不錯 但是性能好不好 真的好 因為好到就是說呢 他們除了辨識之外 如果說你看不清楚 還有紅外線可以額外的去增設 這是國際用的 對 補強你的 這就是我們講指揮官使用的 還可以補強你的這種 視覺是辨識 但你講不對啊 宇雪 它是一片黑漆漆亂七八糟 那如果打到油精怎麼辦 他們也想到了 他們比照烏克蘭 所使用的這個叫做 IR螢光棒 有沒有 平常白天看 它只是正常的灰色 結果到了晚上 在夜視鏡裡面 透過夜視鏡觀看 它會反射 所以你看到夜視鏡照的畫面 你看原本沒有變色對不對 後來變色了 所以你就知道 看到中華民國 敵我便是 敵我便是 所以這全部都想到 不是跟你玩半家加九 也不是跟你玩假的 而且現在剛剛講到的 現在國民講 我把一些特戰的訓練 以前我們講的城市作戰 那是只有這個軍官才做訓練的 現在把這個一般的特總兵 一般的縣兵的這個特戰訓練 也放到一般阿兵哥了 誒 這一年他們到底要幹嘛 對 一年很充實 真的有點忙 難怪沒有時間這個拔草掃廁所 參觀過這種特勤的這種記者會 他們才會有這種 我們講的 CQB的這種 這種我們講的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限制劇作戰 為什麼 他們等於是說 我要在這個狹小的 可能25公尺範圍內的空間 然後來進行演練 那你說這跟我們剛才講的這些差略 當然差的可多了 你如果玩過射擊有些事 請問一下 你如果突然頭從轉角伸出去 會怎麼樣 會被爆頭 不能伸頭 一定會被爆頭 但講白了 你這個沒有訓練過怎麼知道 所以他們訓練什麼 你就看到像那種 美國這種 這種外國電影一樣 手肩大的肩 然後呈現這個 一整個重隊 小組作戰的方式 而且還有編小組 就是SUT 所以以後我們要學 國外這樣的影片 對 沒有錯 你看 比如說破門之後 你看他會做什麼 比如說先一個人先開火 壓制敵軍 然後你看那個就是 示意說這是有壞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 你說先丟震撼帶 或先丟煙霧帶 丟進去了以後 我才衝進去 當然沒有錯 而且你看他 他不是隨便亂衝 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在門左邊的人往右走 門右邊的人往左走 為什麼 交叉火力掩護 而且才確保說沒有任何死角 而這一套系統 未來也會應用在 我們的國軍訓練上面 所以你看到 你才了解說 難怪為什麼要有夜視鏡 難怪為什麼要進行 什麼晉升格鬥 這些東西都是一套套的 代表等到你前面的這些東西 訓練好之後 到了後面真的實戰 真的成正戰 真的發揮戰場 作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起到喜笑 你以為F16 可以隨便都放照片出來嗎 當然不行 對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國的 同意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曾經聽過說法是說 我們F16要做任何維修 F16連一個螺絲 你要把它給打開 你都要美國同意 更不用講 要把這個照片給公諸於世 那在這種方式呢 告訴你說 我在你後面 我看看你了 我隨時可以打到你了 威嚇中國 為什麼讓他這幾天來講的話 軍機不敢過來了 因為你跟我玩真的 所以看得出來 就是他的起手勢 他讓他這個國防部長 當得很有威權 權威感 你知道嗎 提會 剛剛講的這次大家非常特別的是 我們居然公布了兩張照片 我們鎖定了對方的殲16 還有轟6 這個他們講 以前為什麼不敢做 難道我們講說 顧麗熊上來 顧麗熊當這個國防部長 真的這麼敢嗎 對 這是他的起手勢 這是顧麗熊的起手勢 對 你知道以前的國防部長 是這樣子的 如果遇到這種軍演來講的話 第一個 記者通常會報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國防部長進到橫山指揮所 結果這次記者問顧麗熊說 你為什麼沒有去橫山指揮所 他說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國防部已經成立應變中心了 所以所有 顧麗熊沒有進橫山指揮所 他為什麼不進橫山指揮所 我覺得這個事情 跟過往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樣的 其實國防部已經研究很久了 有一段時間研究很久了 就是說現在都在講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什麼樣的方式來對付灰色地帶 最好 因為他不跟你打 然後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 每天下你 他就不跟你打 所以每天在嚇你 每天下你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把他全部東西全部對外公告 所以他為什麼要用應變中心 來對付 取代過往所謂的 直接進到橫山指揮所 因為你知道 進到橫山指揮所代表什麼意思 就可能要打仗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 就告訴你說不一定要打仗 不一定會打仗 不一定會打 但是問題是什麼 對方又來騷擾 那怎麼騷擾呢 我就放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來講的話 他為什麼先成立這個應變指揮所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以往大家都在罵邱國政 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要怎麼應對他 大家都不知道 這一次孤立雄 在第一時間 523開始進行軍演的時候 他已經對外宣布了 第一集 反應第一集的 權力在誰手上 在我手上 他對外直接就說 這國王部長 我孤立雄來做最後的確定 這有一個動作是什麼東西 就是安定軍心的概念 所有各級部隊來講的話 就知道說 原來最後都是國王部長做決定 我不一定要等到總統 我不一定要等到誰 這是講給誰聽的 講給所有的將軍們聽的 說我來做最後的決定 你們不用再去跑去找總統了 因為總統已經授權給我了 我就來做這些事情 目立雄我這麼大的權力 這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所有的訊息來講的話 可以上通到賴清德這邊 即使來講的話 再來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以為F16可以隨便都放照片出來嗎 當然不行 對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國的同意的情況之下 當然 那為什麼因為 我曾經聽過說法是說 我們F16要做任何維修 F16連一個螺絲 你要把它給打開 你都要美國同意 更不用講 要把這個照片給公諸於世 是啊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孤立雄應該也取得 美國這邊的點頭 至少不反對嘛 那用這種方式來講的話 就威嚇中國說 我今天不是用社工能打鎖定你 我是用所謂的軍機手的那種視野 來放出照片 你看那個照片來講的話 是白色的框 它不是鎖定的紅色的框 所以怎麼意思呢 它是有區別的 那在這種方式告訴你說 我在你後面 我看到你了 我隨時可以打到你了 那這在威嚇中國 為什麼讓他這幾天來講的話 軍機不敢過來了 因為你跟我玩真的啊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他的起手勢 他起手勢非常重要 他讓他這個國防部長 當得很有權威感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有人想說 他以前是國安會秘書長 把國安會秘書長 跟整個國防部串在一起 他押住了軍方的這一套 也就是說他其實有時候 對外來講的話 先要鞏固內部 那內部來講的話 大家不聽話 那這邊唱的調 那邊唱的調 你知道嗎 就是講說應變中心 還有第一集的 這是什麼 這是國防部的聯合作戰處的處長 一個處長就可以出來這個講 以前不敢 以前這些處長來講的話 他們基本上都要等部長或是發言人去講 現在代表說 顧立雄有授權給他們 你們可以對外去講這個東西 所以顯然 賴清德的做法 跟蔡英文的做法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這個 以前進恆山指揮所 現在是國防部應變中心 這個應變中心是第一次這麼做的 是是第一次這麼做的 以往來講我們只有在所謂的救災 比如說地震 颱風 那時候會成立所謂的類似應變中心 而現在國防部這個應變中心 是一改過往 進入到河山指揮所 或是遠山指揮所的 這樣的一個雕准作業程序 而且你剛剛講 現在不是只有F-16B 我鎖定你的殲-16 鎖定你的轟-6 現在連P-3C 你的所有的中國的軍艦 在海邊上所有的作為 我也公佈給你看 重點就來了 台灣要那麼多P-3C幹什麼 以往馬政府的時候 就開始採購P-3C了 有人說這個P-3C 偵查到的所有的資訊 同步的會回傳到美國去 所以什麼意思呢 其實都在做偵查 現在目前的這個演習動作 當然他這次沒有丟飛彈 但是他有實際上 把軍艦跟軍機派出來 這時候我們用P-3C 去偵查他的軍艦 然後用F-16真空 然後去盯著他的一個軍機 同時間把所有的訊息 傳回到美國去 吳董 你是最早提出說要關注 美國現在他的濱海作戰團 已經完全改變了 整個東亞的作戰態勢 因為各位講嘛 我是航空母艦來 航空母艦來了以後 我的軍機過來 我的驅逐艦過來 我的登陸艇過來 你說沒有 現在這個濱海作戰團 是打帶跑 打了就跑 那怎麼樣打了就跑 他今天公布的是 他是非常費工夫的 原來在第一島鏈裡面的 所有的小島 美國海軍陸彈隊是實打實的 用自己的雙腳 帶著最簡單的機具 在這個所有的島上 全部都攤查過一遍 不但是攤查過一遍 怎麼進攻 怎麼退 怎麼防守都有東西了 對 因為長久以來 過去二十年的結果 因為這個整個 中共建立的非常強大的 所謂它的導彈部隊 對 飛 它的火箭軍 那這個火箭軍 建立起來的話 它已經佈足了整個 對西太平洋的A2AD了 就是這 A2AD把整個 整個西太平洋封鎖 包括台灣嘛 所以他認為他們 開展吹牛說還有什麼 什麼東風快遞 對 能夠 關島快遞 關島快遞 主要是針對著美軍的航母 那美軍的航母 一艘的價錢金額不菲 那個是十億 那個是非常高的金額的 預算的建造 然後艦上的四萬兵 總共將近平衡到五千多個人 經不起任何一次的失敗嘛 所以美軍才發展出來 所謂的濱海作戰團 濱海作戰團的發展目的 是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它把它的海軍陸戰隊 把它改編 編制成能夠發射導彈部隊 這個是一個概念上的一個改變 它一個非常小的 它可能是一個聯的一個兵力 會變成一個飛彈的一個發射部隊 它是陸海整個整體的作戰 協同作戰 然後它不斷的在西太平洋 跟菲律賓左右的小島部分 包括我覺得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默契 跟他們應該都建立起來了 對 它就很快速的投射 那你現在它可以 在菲律賓給你看到就是說 它有在這邊的這個跳 在這個島嶼的作戰能力 對 假設它有碰到有這個短兵相接 跟陸軍相接的時候 它還是有作戰能力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這個東西 它更可怕的是自敵之機先 它這個濱海作戰團的目的 是攻擊性的目的 對 它分散了以後 然後再發展出來 就是導彈的射擊 它這個射擊的話 是直接破它的A2AD 就是你中共所有的 有可能發行這種 從中程導彈的話 我都有可能把你轟炸到 包括你有所有的高價值資產的 這些的攻擊的目標 它全部把你設定好 然後對菲律賓部分更重要 因為菲律賓那邊就是所謂的 它中共的潛艇進入西太平洋的 關鍵的入口所在 那那個地方如果開始作戰的話 唯一美軍抓不到 中共的部隊的地方 就是它的潛艦嘛 那它的潛艦來講的話 它可以發射這個 所謂的這個戰略武器 對 所以它必須要把這邊封鎖住 這封鎖在這邊 再封鎖到巴士海峽這個 這個進出口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請問你 它美軍的潛艦會不會出現 一定有的 美軍潛艦一定同時出現了嘛 所以在這邊其實是個 立體的作戰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巴士海峽進入 進出西太平洋的地方 將來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在最近的這個 兩岸兵凶戰危的時刻 有兩架飛機被高度重視 第一個是F-22 F-22是美國非常重要 也是最貴重的所謂的戰機 F-22是絕對不會外銷的 只有美國人才有 這一次它居然幹嘛 派了一個中隊 約莫18架的F-22 到了哪裡 到了普天間基地 到普天間基地很明白的 我就是衝著中國而來 另外就是F-16V F-16V剛講它是升級 升級了以後 沒講到它的夹艙 可以這麼精準的 用鐳射盯住中國的戰機 而現在不管是看到了F-16V 你現在不管看到F-22 那是真的能打的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F-16V F-16V其實在過去 它的服役時間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它的升級系統 系統升級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之後 現在變得非常厲害 而且在過去來講 F-16V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對岸的飛機過來之後 我們就起來半飛 我們就在監控它 現在竟然可以鎖定它 而且我們自己發布了一個影片 這影片把這個小牛飛彈 Marmerick給發射出去 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有沒有這個飛彈 有啊 小牛已經給我們很多年了 但是很少會直接把它拍得清清楚楚 而且還有一個鏡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在發射之前 我們F-16V可以發射小牛飛彈 對 發射小牛飛彈 Marmerick 而且還在發射的時候 還特地把鏡頭攀過去 US Air Force 先把這東西拍得清清楚 告訴你說呢 以前我們有沒有這個小牛飛彈 我們有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直接從 整個武器掛載上去之後 然後起飛 然後按發射 直接都PO給你看 讓你知道說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很強大的 威懾的一個能力 好 那這是F-16V 另外來講F-22就更神奇了 F-22作為第五代的一個戰機 以前來說的話 它很多的畫面 都是不會釋出的 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說 你派那麼多來 一個中隊18架的F-22 那麼多的第五代戰機 一起到這個地方來看 然後F-22為什麼厲害 你說這個是F-22的駕駛 對 它上去的時候 要把它這個什麼的 那個褲子 它那個褲子是防壓力 對 它把它弄好才能夠進得去 為什麼呢 因為你F-22 它是第五代戰機 它的性能太強大了 你人不一定撐得住 如果你的距離 到達9的時候 你會昏迷過去 所以呢 你這個褲子 你要把它的血液往下壓 壓好了之後呢 你才不會因為缺氧 整個昏迷過去 而且它上去之後 你看一下 其實過去來說的話 很多人在想說 你F-22有什麼了不起 對啊 也有殲-22 那這個東西其實上去之後 你看到它 直接往上拔高 漢地拔充的一個畫面 這畫面其實是震驚的世界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沒有戰鬥機 可以這樣子直接平行 然後直接往上拉起來 拉起來的話 它可以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從100公尺 到了4500公尺 拉上去之後呢 你現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一個落葉飄 為什麼 它也會落葉飄 為什麼要做落葉飄 因為它雖然它是第五代戰機 它有隱形 但是如果被鎖定的時候呢 導彈打過來之後 會追著它跑 可是當我落葉飄的時候 它是真的把這個動力整個拉掉 它會輸35的落葉飄 你的落葉飄下去的話 你的導彈就追不到它 當追不到它之後呢 它可以重新把這個機頭 往上拉起來之後 重新從後面來鎖定來打你 所以這F-22 為什麼它真的是這麼厲害 因為它除了會隱形 除了會超市去作戰之外 你真的遇到它 你要跟它纏鬥 你可能也打不贏它 好 所以市長 我今天看到了剛剛那個畫面 我嚇呆了 搞不好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空軍公布了兩張照片 兩張照片鎖定了 中國的轟6以及殲16 也就是你在空中飛 我們的F-16V 竟然可以把你清楚地 清楚地照下來 而且我是把你鎖定了 鎖定的話 如果我的這個飛機上面 有翔尾的飛彈的話 你早就掛掉了 而且不但是這樣子 我們的海陸空三軍 全部動起來了 我們的飛彈全部就定位 保安傑 中國解放軍從昨天早上 7點45分 開始展開了這個演習來說的話 大家都說 你好像是動畫演習 動畫攻台 但是反過來的話 台灣這支國軍是卯足全力 我們絕對沒有輕忽 保安傑我們號稱 台灣號稱這個刺蝟島對不對 全台灣幾乎所有的飛彈 都進入了部署的狀態 你說刺蝟 我們這個刺蝟島上面的飛彈 對 全部就定位了 但是在墾丁公園 或是在羅東的這個 所謂巫石島 全部都是飛彈就位 再來就是說什麼 保安傑我們過去 國軍從來沒有公布這樣畫面 這個畫面大家看的 真的相當的震撼 什麼畫面呢保安傑 也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空軍呢 用鎖定中國的轟6 還有殲16的這個畫面 保安傑 轟6跟殲16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F16出動上升空了 升空到16000尺的高空上面 我看得到你 所以我鎖定了你 我是用最新的這個電站夾艙 AAQ33的作為狙擊手夾艙 狙擊手夾艙 對 我在過去 過去我要鎖定你的時候 可能要很近才能鎖定你 但是現在這個狙擊手夾艙 我可以跟過去距離約莫是圓五倍 而且我的精準度是準十度十倍以上 我就可以鎖定你 鎖定你之後保安傑 你知道事實上這個畫面 鎖定的是什麼意思呢 我只要搭載AIX的這個 9X的這個超級響尾蛇飛彈的時候 我絕對可以把你擊落 所以這一次我們公布了兩個畫面 鎖定他們轟6 轟6就是轟炸機 還有鎖定你們殲16的這個畫面 告訴你說 我們台灣的空軍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F16V 是有絕對的高空制空權 沒錯 而且不太有高空制空權之外 今天我們剛剛講 我們非常熟悉的熊2飛彈 熊3反艦飛彈 今天也全部動員 而且你覺得非常誇張的是 你只要有一個平地 你只要有一個停車杖 隨時都可以編制他們的發射平台 沒錯 就是我們台灣的刺蝟島 在這一次的這個中國的軍演中間 所以我們展現給你看 叫你有可能 你也要欲畏懼三分 而且除了我們台灣自己本身來說的話 周邊的國家其實也是動了起來 我們講到美國的雷根號 雷根號目前為止 5月23號 他自己本身 還有約翰那個艾瑞森號 還有包括說查爾斯杜魯號 他們都在這個地方進行軍演 就是你軍演 我們也在這個地方進行聯合的整補 另外同一個時間來說 美國海軍跟荷蘭海軍 也在這個地方進行軍事的演習 包括說冰海戰鬥艦 還有荷蘭的軍隊都在這邊演習 所以你的軍演 我們目前為止看起來是動畫居多 但是亞洲的國家還有台 我們這次是絕對嚴厲的以待 完全傳統後 在準備你可能做了下一步的動作 所以你說我們是實打實的來反應 也就是你中國現在說號稱有一個 無預警的軍演 無預的經驗在昨天上午7點45分 開始發動 完全不給台灣準備的時間 可是沒有想到台灣在最短這次裡面 我們的熊二飛彈 我們的熊三飛彈 當然我們的天空飛彈 很多的飛彈也都就定位 不但就定位 我們的空軍出去了 我們的陸軍做準備了 我們的海軍也是一對一的盯著你看 沒錯 這次的這個中共的軍演 反而是給我們台灣一個什麼壓力測試 我們能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籌組 我們可能反抗了任何的動作 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們最新的畫面 就是我們空軍鎖定所謂空六 還要鎖定殲16的畫面 那當然你看F16它還是掛彈升空 而且全掛彈升空 我們的F16V是滿載上去的 滿載的這個所謂飛彈完全上去 好 那我們這樣我們就講 我們在這個所謂 包括墾丁還有烏石港 我們有包括熊三 飛彈就在這個地方 熊三擺出來了 精準度非常高了 所以我們的北中南 對 宜蘭的烏石港 台中港 還有墾丁 對 北中南都出動了 對 熊二熊三在北 在我們的這個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也有出現 那不是只有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海軍也是出動 抱歉 這次海軍是什麼 一對一 你來一台我就來一台 你來一台我就來一台 你說定古機 對 一對一給你定古機 那當然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包括說在附近的愛國者 在沖繩的愛國者 他們也出動了這個 沖繩他們也出動 所以日本也動起來了 當然他們也很怕說 萬一有什麼這個 這個所謂擦槍走火 或是中國怎樣蠢動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在這一次來說的話 我們一直傳言中的這個 神秘的海風大隊 這一次也出動了 海風大隊動了 對 海風大隊你看 就是它的LOGO就是這樣 鐵拳熊兵 它就是我們的熊二跟熊三的 這個飛彈 這次給它擺出來 保證它擺的位置是怎麼樣 它擺的位置是 進入所謂的發射狀態的這個角度 你看 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角 這是什麼意思呢 隨時可以發射 對 如果你真的敢蠢動 敢越過我們的這個領空的話 或是怎樣的話 我們隨時發射 將你擊落 所以這一次你看 我們等於是有非常多方面 要在即時監控中國任何 可能軍事上面的蠢動 而且市長你講說 我們現在直接把熊二熊三 給公布出來 你說因為台灣號稱是刺蝟島 台灣號稱刺蝟島 是所有的飛彈 都已經就這個所謂的 戰鬥的位置 不但就戰鬥的位置 之前姚志祥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在當F-16飛行員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怕 他卻有聽到你哄哄哄 就是被Lock住的時候 當一個飛行員 你被飛彈鎖定的時候 你根本跑不了 對 那這是我們現在看得到了 現在很多人都說 怎麼在路上還有看到 或是很多海邊 還有看到飛彈出來的狀況 好 台灣的刺蝟島在這一次 我們展現了部分的威力之外 我們就講 這一次我們的飛機來說話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F-16 你看F-16 我們用空右的方式掛彈之後 F-16首次也滿掛彈就直接飛出去了 全掛在 對 然後鎖定 我們用這個AAQ-33的這個狙擊手 鎖定你之外 好 這個是一擊必中 而且這是傳回來的畫面 因為這個新的這個狙擊手夾艙 他傳回來的畫面是相當清晰的 所以給我們可以看得清楚說 這是什麼飛機 我們要不要把它擊落 那根本就鎖定了吧 對 已經鎖定 而且中國軍方他們似乎是不清楚 他們已經被鎖定了這個狀況 可怕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幻象2千也是 我們現在幻象2千 新竹基地 幻象2千 你看這一次也是掛彈 掛彈升空 然後還包括說花蓮的這個F-16 那除了這個之外 制航基地的 永鷹的這個高效機 他們也出動了 制航基地也動了 對 那另外一個 我們國軍的這個P-3C的反潛直升 反潛機也出動了 所以等於是 我們的這個飛彈都出來了 我們的這個海軍 我們的空軍都出來了 海軍也是一樣 海軍 保留我跟你講 海軍真的是1對1 譬如說我們的海軍的 成功級的這個班超軍艦 跟解放軍的紹興艦 兩個就互相的對峙 另外一個 我們的這個岳飛號 我們對峙是誰 南京艦 就這樣互相對峙 這就是海軍公佈了 我們一個釘一個 你說我們的班超 對他的紹興 對 我們的岳飛 對他的南京 對 甚至我們的成功級的正和號 對他的這個所謂的南通艦 對還有除了這個 還有下面的包括說我們的 康定艦的這個巡防艦 負責對付他們的這個成都艦 他們的飛彈巡防艦 我們基隆級的這個群組艦 基隆號 對的是他們的這個西安號 他們是飛彈群組艦 另外我們海軍還有什麼 瑞淵無人機 瑞淵無人機這一次也出動了 無人機也動了 對 無人機出動的時候 他公佈了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呢 也就是這個畫面 我們呢 一次無人機 我們可以攻擊他的 進入攻擊的這個角度 跟射程的這個範圍 我們已經給他鎖定了 所以我們無人機是可以攻擊的 對 所以這一次告訴你什麼 我們的海軍 空軍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飛彈 都同時上線 這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我們這一次 你的臨時軍演 我們絕對是 做好所有萬強的準備 反觀中國 中國這一次是不斷的公佈動畫 不斷的公佈一些相關的這個畫面 但是你真的有軍演還是怎麼樣嗎 其實大家並不清楚 好 宇學 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 我看得也嚇死了 他們現在說 我要攻擊北高 我要攻擊花蓮 北高 花蓮 為什麼打花蓮 他說 因為你這些台獨份子 會從哪跑 你會從花蓮跑 所以我北高 花蓮 我都不放過 可是你說 那是眼睛業障中 都是假的 不是 保陵哥 他們這次很嚇人 他們說什麼 我們是無預警襲擊 原本第一天叫什麼 封鎖 我要把你整個台灣給圍住 第二天叫做什麼 我要奪島 我要奪權 把你台灣給奪繳起來 但大家看完他們的 這個演習畫面 他說不對啊 這個 保陵哥 很嚇人啊 這個很嚇人 飛彈一直打 你看到還把台灣島 北南 北南東 全部包圍 對 萬箭齊發 空軍也投彈 地面也射彈 海上也發彈 不對啊 保陵哥 這個很可怕才對 可怕啊 不好意思 眼睛業障中 都假的 假的 都3D動畫 這動畫 這不是飛彈 這是動畫 這是AI 不知道是LVIDIA 這AI就對了 這都假的 所以他們說這個叫做虛實交錯 就是 我們這麼認真的把海豐大隊給搞出來 我們這麼認真的都已經就定位了 結果你拿動畫來嚇我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一句話 你以為的演習是這樣 但實際上的演習是怎樣 他們是全部都開到定點 來 就各位 有些真的是有真的 你知道真的是什麼嗎 像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這是假的 假的 會動的都是假的 會動都假的 不會動的都是真的 就停在原地 所以他會動的轟6 會動的殲16 都被我們F16B的 剛剛講的狙擊者夾艙 全部都鎖定住了 對 而且他沒有發射飛彈 我跟各位講 這一次大陸的軍員 完全沒有實彈演習 他就是什麼 我路過 走過一個可以嗎 我就開過 飛過去 走過去 沒有任何實彈演習 沒有任何實彈演習 沒有發射一枚飛彈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封鎖 他就很像一群觀光客 然後就走過旁邊 然後經過去之後 然後就沒了 就這樣子 所以大家想說不對啊 可是大陸不是講得很囂張嗎 你看 我們這個3D動畫 各位我實在是懶得吐槽 你知道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打擊花蓮 保利哥 他說為什麼要打擊花蓮 他說我們要封鎖 你們後邊的這種戰線 讓你們沒辦法撤退到東部 但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宜蘭人 所以你跟我少來這一套 根本沒炸到雪碎 他根本沒有炸到雪碎 沒有嘛 雪碎是在中間 在這裡 根本沒有炸到雪碎 所以你要怎麼放手啊 所以你只是炸到了烏石港 你只是炸到了台北吧 雪山水道還是可以走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圖 在搞笑什麼 再來第二件事情 奇怪 最近傅崑崎不是才去花蓮嗎 對啊 傅崑崎是你的花蓮信使耶 所以你在台灣最重要的這個 我們講重要的這種夥伴耶 所以你連花蓮都不放過 對啊 你這樣子傅崑崎 顏面要擺哪裡 你就這樣直接把花蓮炸下去 所以講白了 他這個東西是荒唐 代表了一個真正荒唐的是三個字 叫做吳玉瑾 吳玉瑾 你知道為什麼吳玉瑾嗎 他們有一篇文章講得很兇悍 他說 整個中國對台灣有三次的所謂的 我奪到三次的演習 三次演習從1996年2000年到這一次 這一次剛剛講的 我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我是在完全吳玉瑾的狀況下 我在早上的7點45分 當我要宣布演習的時候 我馬上發動攻擊 我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要幹嘛 我要讓台灣一點準備的時間都沒有 我要讓台灣措手不及 對 保麗哥 真的 台灣真的一點準備的時間也沒有 台灣真的措手不及 但你知道有另外一個人也措手不及 一點時間都沒有準備 誰 就中國自己 中國自己 對…他說我要出心理對不對 然後就真的所有床間跑來這邊 各位 我們剛剛是講 為什麼沒有實彈 為什麼那個3D動畫之爛 因為代表他們連自己出軍的時候 都很倉促 都很彈簧嘛 你說自己也沒有準備好 你也是當 你是中華民國的御官 你也都受過這個基本的軍事訓練 你說如果一個基本的軍事演習的話 你要動員 你要集結 你要動員要集結 你不是動員人 你很多的機具要動員 汽車要動員 包括彈藥要動員 可是如果你一動員的話 美國就會知道 所有人都會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無預警攻擊台灣 你證明了一件事情 中國沒有能力 無預警攻擊台灣 當然沒有 保麗哥 我直接跟你講專業的吧 我就說你今天軍事要怎麼動員 第一個 你所謂的集結代表能力 再來第二個 他的重型機具 他的重型火炮 是不是要調動到指定的位置 要調動 調動那個叫什麼 交通 所以他至少需要好幾天的時間 集結交通 然後能力要安頓 安頓之後再來 各位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實彈演練 實彈射擊的時候 中國曾經發現一件 非常頭痛的問題是什麼 打歪了 打到了所謂的日本的經濟海域 所以各位你知道的是什麼嗎 今天不管你要設任何實彈 他都要第一個線高 比如說我3000公尺 比如說我無限高 他要把你的指定高度過來 為什麼 因為會有民航機在飛嘛 所以你要先預告 預告說 比如說我這邊三天之後 七天之後 要開始展開火炮演練 請問一下 中國以前有沒有這樣做 有嘛 有這樣做 因為你要尊重大家 大家知道你演戲 你大內宣過大內宣 你玩假的公布玩假的 但你不要影響到我們賺錢 對不對 再請問一下 他所謂的無預警 這些預告的東西 他做不做得到 他做不到啊 他不可能預告 再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我們發射實彈 他通常都要SOP 比如說我們以我們國軍也好 你今天要調動一個實彈射擊 你那個籌備時間 至少要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甚至到一個月 為什麼 因為你要從倉庫裡面去調貨 調貨之後 裝載到你的所謂武器上 船艦上 飛機上 因為 中國不可能每一次飛行 都把實彈掛在機身上的 不可能 所以他等於說 這些狀況 他根本沒有辦法符合狀況下 而且最至關重要的 請問一下 你現在所有任何的軍備 在整棟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電子參數 當然會有 變更 而且各位 我們是不是今天有跟大家介紹過 整個地表衛星完全被覆蓋 整個美國的軍事衛星完全覆蓋 所有中國的一舉一動 通通都會被清楚掌握 只要你調動到實彈 調動到實兵 調動到任何的發射 美國第一時間都會掌握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要怎麼無預警法 他根本沒辦法無預警 所以中國這次的軍院 根本自不其斷 以中國現在的能力 或者你現在的 等於說你現在的 保密房間的能力 你根本不能預防別人的偵測 你無法預防別人的偵測 的狀況下 你根本不可能在台灣 無聲無息的狀況下進行攻擊 反而你給台灣 一個反攻擊 反守的能力 對 保密房 所以他這一次 真的是給台灣 一個非常重大的警示 什麼警示 原來大陸沒有辦法 無預警攻擊我們 如果他要無預警 跑來我們家門口 他要無預警圍繞在我們身邊 那他就會什麼都沒帶 就跟你出門沒帶錢包 出門沒帶手機一樣 這個人就不會是我的客人 所以他只能用動畫 我就懂了 這動畫後面你知道 做動畫 這整部做得最好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做得最逼真是什麼嗎 就是後面寫的那一首詩 什麼什麼長空立劍 什麼習近平 又什麼樣的 對 就那一首詩最好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只是笑話一場 好 我看 剛剛講的 昨天的時候 我們的賴清德總統也動起來了 賴清德總統特別去看了 海軍陸戰隊的第六旅 還有今天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第一次 針對賴清德總統 做了一個所謂的民意調查 他的信任度居然高達53% 把他嚇壞了 你之前 你的就職演說不是在講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你幹嘛搞一個兩國論 本來也會把大家嚇死的 你的所謂的當神剛剛講 你的信任度居然還有53% 保全哥先講一件事 因為賴清德總統的就職演說 就擺在那邊了 講完之後美國的國務院的布林肯國務卿講 祝賀台灣第五位的民選總統 所以看起來 美國並沒有deny他的這個就職演說 看來他也知情 第二個 賴清德總統你講完以後 兩岸互不隸屬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這不是蔡總統講過的話嗎 蔡總統2020年 沒有 蔡總統講是兩岸互不隸屬 沒有 四大堅持的第二個 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報紙都寫兩岸 他的用詞就是中華民國 但沒關係 那個時候大陸沒兩國 這次兩國了嘛 馬上就要這個對不對 要軍演了嘛 但重點是你要軍演 我們閒著 身為三軍統帥的第一個公開行程 就是帶著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憲跟國務部長 顧立雄去哪裡 去66旅 66旅有什麼兩岸 66旅是我們在北台灣 最重要的陸戰隊66旅 現在目前戰績最強就是這個 我早上訪問海軍陸戰隊的上將紀林聯 他說最強就是這個部隊 他到了現場 你說這個是台灣最強部隊 他目前在北台灣最強 有這麼強嗎 反斬首就靠他 而且他的戰績確實 是現在陸軍當中最強的 好 那你要知道他是陸戰隊 好 那重點在於 他今天用三軍統帥的身分去對不對 因為釋導以前 每個總統都會釋導 他的講話內容 他說什麼 他說 我要維護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國軍站第一線對不對 我三軍統帥賴清德 我也站第一線 所以他今天就跟你出來 你今天這邊在軍演兩天 因為突然軍演嘛 三軍統帥綠克露臉 而且帶著國防部長 跟國安會秘書長 去到現場以後 也跟大家講我不會退縮 但第二 你的動作是這樣 那我們的國軍當然效忠統帥 可是人民可能會擔心啊 你就不要說這個就好啊 我看國民黨都罵他說 你這個東西就是挑釁嘛 就挑釁嘛 問題是我就問嘛 那你要怎麼樣才不叫挑釁 我們當特區就不挑釁啊 我們當台灣省就不挑釁啊 你今天如果你堅持你是中華民國 到現在為止我很不能夠理解 也不能諒解就是說 賴清德明明講我們是中華民國 但稱呼可以講台灣 可以講中華民國台灣 他又沒修憲 他也掛國旗啊 以前保吉哥你記不記得 阿比亞做總統的時候 剛開始2000年 然後在二十幾年前了 很多海外獨派的人 看到國旗還不想拿 他嚇人動 還躲在地上 可是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從蔡總統到賴清德總統 這幾年以來 其實海外的僑胞 獨派就可以拿國旗了 拿國旗了 拿七年百日了 是啊 那他是第幾任總統 第十六任 哪一年 113年 所以他並沒有改國號 那他也沒改國號 他也沒改國名 然後大陸就打飛彈了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剛剛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叫歷劍演習 2024A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B還有C的話 還有 可能還會有 因為他第一波 我覺得我就在講 裴洛西那次來的時候 他空中有做預警 因為他怕飛機機過去 如果下一次他公布的話 三天前 他也有可能再打飛彈 打到台灣的東岸 好 那簡單講 在這種狀況之下 賴清德總統他做了選擇 我們要看民調 參考民調 觀眾朋友 這是最新的美女島電子報 五月的國政民調 他這裡面你注意看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蔡總統他已經到完八年 他的滿意度跟信任度都很高 蔡總統在卸任前 最後一次四月的他的滿意度 在這裡信任度有沒有 是多少 是49.7 49.7 對 51然後49.7 最新是49.7對不對 那我問 賴總統才剛上任四天而已 他現在多少 53 53耶 賴清德的信任度是53 居然比蔡總統還要八年還要高 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一半的人也壓上去了 沒辦法了嘛 既然他願意守護也第一線也沒落跑 一天到晚講說 如果大陸打來他一定落跑 沒有 他的滿意度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個參考值 他剛上來四天而已 所以賴清德總統他的 現在這個態度 他雖然把這個油門踩到底 可是這個我就講 對岸就說沒有中華民國 那難道你跟他講說 回到這邊倒走右空走到最後呢 有可能是中華民國取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邊一中嗎 沒有這個選項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選項的時候 他就回到憲法告訴你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少在最新的這份民調 還有最近在立法院發生的事情 你從這個民進黨你會發現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滿意度 居然都降低 而民進黨的制度是升高的 好所以董事長 剛剛講的 現在整個中國戰武平 所以你向全世界宣誓說 你在一個無語言的狀況下 要進行對台灣攻擊 就我剛剛講的全部都是動畫 全部動畫就代表說 你根本沒有時代演習的一個準備 而且你反而給了台灣一個好的測試 一個好的反應 這個畫面這兩天全部的人都在 今天很多人都傳給我看 很多人覺得非常震撼 很多人都我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結果國防部已經證實了 我們的F16V用的是狙擊者夾倉 這個狙擊者夾倉是比過去的夾倉 正常講的準確度多十倍 距離多五倍 我把你遠遠的看得清清楚楚 我的上面帶著所謂的小尾車飛彈 是直接可以把你給打下來的 對 這個我們當然 我們有武器有新的這個戰術型的這個 戰術型的這個新的力量 但剛剛宇軒已經講到一個東西 這是第一天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宣布說23號24號兩天演習 演習因為它有一個包圍區 它是總共有五個區域包圍 五個區域包圍有一邊是在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的話 每天是非常大量的 會有大量的這個貨輪跟郵輪在這邊 每天有上萬艘在這邊在航行 應該一定要有進航區的 結果他沒有公布進航區 也通通沒有所有的 因為他如果實戰演習 一定要公布進航區 對 因為會影響到別人 結果突然是沒有 沒有 搞到半天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弄到半天你沒有帶蛋 然後全部是畫面 全部是動畫 那畫面為什麼 我現在搞懂了嗎 它這個是完全針對的 央視的內部使用 它不是要做內宣的 不是嘛 對 它是內宣用的 那內宣用因為它本來它每天 這個都是播給中國人看的 這都是以前舊有的畫面 它這一次 我也特別看央視 是舊的畫面 我也特別看 央視的海峽兩岸的錢 我也特別看 他們這些都有在放 他放給他們 第一個就批判 批判賴清德總統 什麼台獨工作者 這些 他平常 罵的東西都照本宣課罵一遍 對 然後把這畫面放一遍 然後到了今天搞完 他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可是他們不會直接說 你怎麼沒有石兵時代 你怎麼沒有造成威脅 你怎麼會都是動畫呢 不是 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的概念中 你知道嗎 我的概念中就是說 因為共產黨 中共本身的作戰的基本原則 他們的內部的宣傳 是他們的這個解放軍 最重要的一環 我經常講嘛 對 大概七成的力量 都放在宣傳上面 他看看能不能嚇到你 先嚇到你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孫子兵法裡面 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嘛 怎麼可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我騙你嘛 用虎的 給你嚇啦 台灣人給你嚇 嚇到你嚇到 結果我們賴清德總統 把他煞有見識的跑去 巡視我們的飛彈啊 巡視我們的六六旅啦 六六旅啦 六六旅 把我們的這個文人國防部長 把我們的這些 一些將軍官員 一次排開了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 那這個反應出來的話 就可以反應到他的民調 上面來了 那今天有一個民進黨的朋友 高層人問我說 他說你 因為我們這裡面 做了很多兩岸民調 對… 等一下會 真的會再解釋這些東西 他說賴清德不是很強硬嗎 因為共產黨就是認為 因為中共北京當局 都一直怪說 一直抱怨 或是批評賴清德總統 是台獨工作者 那我也認為確實是如此 這是前所未有的強硬嘛 對 他說這個強硬怎麼會有高 怎麼民調會高 我說這個強硬有兩個意 一個是一個強硬代表了 你的決心的問題 是領導的風格嘛 那老百姓要選擇一個 有強…有堅定的領導風格的總統 還是選一個軟弱的總統嘛 所以他的… 為什麼信任度 這個信任度是對人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信任度是長期賴清德總統 在台灣這個人 他的信任度到53% 而且他的這個負面表 負面的35% 這個負面就是表示很簡單 就是正當取向嘛 而且他整個的情勢 有非常大的變化 待會他們還可以再做更細部的解釋 整個民調有非常大的變化 這幾天 而且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一次的520是我們中華民國 開始的民選總統以來 最不平靜也最不平凡的一次的520 搞到現在為止 今天的民調證明很多事情 剛好都是做對的事情 好 是 那就跟他講的 中國現在搞了一個突襲演戲 突襲演戲了以後 搞了被用動畫來嚇我們 動畫嚇我們以後 我跟他講 台灣是真的把所有該用的都用了 我們該飛機出去了 大炮出去了 我們的軍艦出去了 我們的陸海空都動起來了 那只有台灣動嗎 搞了半天 整個美軍 美軍也動了 勇敢之盾接下來要做了 然後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所有的演習要一直進行了 對 沒錯 實際上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大概6月 約末17號到18號左右來說的話 日本要進行 還有美軍要進行所謂的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演習過去都在美國 美國可能召集了 跟日本還有很多盟軍 一起做了這個演練 那日本今天發出說 我們要進行這個軍演的這個狀況 這一次的這個軍演的目的在這個 從這邊 第一島鏈的約莫從台灣 然後這個還有日本的 然後到菲律賓 然後這個這邊來說 是以第二島鏈為中心 約莫演習的位置就在這邊 在這邊來說話 他們這一次圍起來的這個畫面來說 第一次從美國移到這個 太平洋這邊來 那這一次預計有美軍 然後可能還有這個 包括說日本的軍隊 還有非常多國家軍隊 全部都要 那這一次全部 日本的這個基地全部都會動用 包括說青森基地 還有工程的這個基地 還有各式各樣的基地 還有美軍基地 全部這一次都會來這邊軍演 來這邊參戰 這個參席這個演習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勇敢之盾之外 大家知道 在約莫是六月 六月底的時候 太平洋軍演 這個就是你軍演的時候 美國就宣布 我們六月底要進行 2024的環太軍演 那這一次呢 約莫估計約莫有 這個29個國家會參加這個 環太平洋的這個聯合軍演 也就是說 不行 你要有軍演 接下來美國跟日本 也會動起來 勇者之盾 還有環太平洋的軍演 29個國家 就上次你看 29個國家的 這樣轟轟烈烈的這個軍艦 他們會排出來 應該會有實彈的這個演習 所以他們還有 跨軍種的這個演練 這一次應該是 演習的這個狀況來說 大家都知道說 直指中國 好 那除了這個 美國還有日本的這個演習之外 菲律賓最近也在開始說了 他們預計在這個 約莫距離台灣約莫150公里的 伊拜亞島這個地方 他們要設置一個這個 海岸防衛隊的這個哨戰 那這個哨戰來說 大家都知道說可能 接下來就是要管制這一帶 這個巴士海峽的進出 那同時呢 我們之前這個美飛 有進行一個兼併兼的軍演 那兼併兵軍演的時候 這一次他把這個提風系統 運到那個地方去嗎 就聽說美國 並沒有把提風系統運走 就留在原地 那留在原地 我們知道提風系統 可以攻擊 包括說他的掛這個標6 或是掛這個戰斧飛彈 可以直指北京 所以看起來的話 菲律賓也是在第一島鏈攻擊 可能未來攻擊中國的一環 剛剛談到就是 中國對台灣發生了一個 無預警的一個攻擊 攻擊高給台灣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反制 一個訓練的機會 今天很多人就注意到這一張 這一張照片就是我們的 空軍公佈出來的 我們的F-16V 他在這個空中的時候 針對他的轟6 中國的轟6跟中國的殲16 完全盯住你 因為我們現在最新的 所謂的狙擊者賈昌 可以在非常遠距離裡面 把對手抓得清楚 不但對手抓得清楚 我還可以把你給鎖住 也就是中共用動畫他玩假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反制 卻是玩真的 那你說我只有這個F-16V 有燈又什麼了不起 導演再看 現在在俄烏戰場上面 烏克蘭拿到了一個 陸軍戰術型飛彈 ATSCM 這個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大展神威 現在在這個克里米亞大島上面 你現在要打這個 所謂的煉油場就打煉油場 要打冰氣庫就打冰氣庫 那打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個遠距離的攻擊神器 那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我們正講了 在美飛肩併肩演習的時候 他在我們最北邊的亞米島 也就是離台灣最北邊的亞米島 他曾經做過一個所謂叫提風演習 提風演習就是C-13洞下來 13洞下來以後 將這個所謂的海馬式火箭彈放出來 放出來的話就進行攻擊 他們裡面的飛彈 既然比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的ATSCM 還要來得更厲害 對 抱歉 實際上 這一次的這個中國環台軍演來說 他們是玩假的 但是我們台灣我們是玩真的 我們這一次把我們國內 所有能夠東有的飛彈 熊二熊三 然後從這個烏石港 台中港 肯定都完全擺出來了 飛機起飛 海軍也出動 但是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這一次就包括我們周邊的 琉球的這個愛國者三的飛彈 也把它亮出來了 另外包括說像菲律賓 菲律賓我們到兼兵兼兵 軍演之後 留在菲律賓上面還有提風系統 還有海馬式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海馬式 烏克蘭拿到ATACMS的 陸軍的戰術飛彈之後 它現在裝在海馬式飛彈 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打到目前為止來說 俄羅斯是有點吃不消 可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美國不是只有ATACMS 他把最新進的PRSM 他現在也送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比ATACMS 在烏克蘭發威的神器 還要更加厲害 也就是說美國是在這個地方 幾乎是布下了蟲蟲的重兵 在防止中國的這個蠢鬥 所以你想說 在昨天早上7點45分的時候 中國在無預警的狀況下 對台進行了一個所謂的封島軍演 在台灣的東南西北全部封鎖 而且他放在動畫裡面怎麼說 他要同時攻擊台北高雄跟花蓮 讓台灣人所有無所兌型 可是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準備 所以他用的是動畫 可是台灣剛剛講的 我的海陸空全部動起來了 我的海陸空不但動起來了 更可怕的是剛剛講的 我的熊二熊三可以馬上救地位 不但熊二熊三可以馬上救地位 我的北邊日本 日本的愛國者三行也動起來了 不但北邊愛國者三行動起來了 最近講到 在所謂的尖兵尖演習裡面 它的堤風飛彈更可怕 所以我們這邊不是講嗎 台灣是一個刺蝟島 結果台灣刺蝟島不是只有在台灣 從日本第一島鏈連到台灣 連到了菲律賓 而且透過它的濱海作戰團 它是隨時可以把海馬式火箭彈 放到這些島嶼上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次的中國環台軍演說 是7點45分宣布之後 台灣 日本 美國幾乎都全動 險見什麼 險見我們可能之前 就已經有預判到 它可能會做這樣的軍演 好 那除了這個軍演之外 我們知道這一次 我們也出動了F-16V 我們到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國軍正在升級這個F-16A 升級到F-16V 那這次是第一次的 F-16V 你看 他們第一次完全掛彈出去 初級之後 因為這次中國有出動 轟6還有殲16來到台灣附近這樣飛 結果沒想到 釋出這個畫面 我們用F-16鎖定這個轟6 還有殲16這個飛機 那這個我們用什麼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 AAQ-33的狙擊手的這個夾艙 這個夾艙來說 是2018年我們台灣才拿到了 拿到了它對比舊款來說的話 它的精準度精準10倍 鎖定的這個距離遠5倍 所以有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在 幾乎相當中國軍方 搞不好都沒發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鎖定 我們之前的F-16 F-16就已經可以做遠距離攻擊了 現在我們竟然比那個遠距離攻擊的之前 還可以再多5倍距離 對 而且我們還有這個 未來如果搭上這個 AAAM-9X的超級香尾蛇飛彈的話 幾乎是一飛彈 鎖定它 馬上就可以把它打掉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次秀出來 秀肌肉給大家看的一個畫面 所以剛剛那個轟6 那個殲16 它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 已經被我們鎖定住了 它的生命是控制在我們手上的 對 而且這個所謂的 這個雞取手的這個夾艙來說的話 它不是只有日間攻擊 它的夜間攻擊來說 攻擊力更大 所以它是日夜24小時 都可以鎖定你這個 日夜攻擊 對一個護國神器的一個狀況 好 剛剛講的 昨天其實台灣也動起來 以前台灣我們都講 我們都歸縮了 我們也不跟你吵了 我們也不跟你鬧 你現在如果這樣對付我的時候 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的陸軍 空軍跟海軍 我們全部動起來了 動起來剛剛講的 我們的海軍是一對一的 跟你定狗機的 對 好 不是只有中國軍方可以用這個畫面 我們也有非常多的畫面還有照片 而且你看 我們過去也事實上你看 我們的陸軍 你看 陸軍不怕利劍 對不對 以實力對抗這個軍事威脅 然後空軍來說的話 確保這個國家安全 然後就出動這個F-16 還有這個相關的飛機 海軍也是一樣 海軍我就講 這一次是一對一的定國敵 你來一艘 我也來一艘 從此我們來出動 瑞淵無人機來說去執行 監控這個所有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飛機 瑞淵也出動了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我們就講嘛 這一次來說 過去我們都說我們台灣是智慧島 但是智慧島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軍演行動裡面來說 很多人譬如說在烏石港 在那邊與民眾遊玩的時候 在那邊玩的時候 看到就有戰這個所謂 我們的飛彈車就開到這個地方 飛彈車 看到這個地方之後你看 馬上就升起45度角 45度角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隨時進入發射的這個姿態 另外包括說在台中港 台中港來說民眾直擊到了熊二熊三 那可以肯丁來說的話 也有熊二熊三的這個 甚至我們的海風大隊都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 因為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都有情報收集 有雷達的資訊都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進入隨時 如果假設中國有任何蠢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射熊二熊三飛彈 還有各式各樣的防空飛彈 來狙擊中國或是防範台灣 我們該講的 我們現在這個飛彈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你被對方鎖定 被對方鎖定 被對方攻擊 你叫做英雄無用武之地 現在我們這個飛彈是 我們是輪行車輛在這跑 而且跑了以後 我隨便找到那個平地 就像之前不在俄乎戰爭 用海馬士的時候 我只要找那個平地 我就開始給你坐標 有了坐標我就開始進行攻擊了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講 台灣的這個刺衛黨 在這次展現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空軍呢 我們用這個F-16V的 這個新的這個作戰夾艙 來鎖定中國的飛機 海軍是一艘一艘出去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我們還要周邊國家 給我們的支持 那這裡面來說話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ATACMS 就是原本的這個 這個俄物戰場上面來說話 這個在目前為止來說話 烏克蘭拿到這個武器的時候 當時普丁在警告說 美國不要給他這個 美國還是這樣給的 那美國給了之後 你看目前我們看到這些畫面 這些畫面都是ATACMS的 他在蹂躏 或是說攻擊俄羅斯的這個狀況 譬如說這個畫面 薩姆300發射出去 發射出去沒多久之後 這個ATACMS 似乎就知道你在哪裡之後 我就馬上就鎖定之後 就把你摧毀了 所以他馬上摧毀你的這個發射 剛剛發射 對 我就把你幹掉了 把你幹掉了 好 那除了幹掉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他用ATACMS來說 他在這個黑海上面來說 成功的這個擊落了這個 就炸了 對 擊成了這個 你看這個AT 這個所謂薩姆斯白的 這個防護信用就被炸掉 好 另外一個 他們用這個ATACMS的兩枚 你看這就是這個所謂 殘海在這個地方 薩姆斯白的殘海 薩姆斯白的這個殘海 那除了這個畫面之外 他成功擊落 黑海艦隊的這個旋風飛彈艦 就這一艘就被擊落 這個沒有畫面 你說黑海艦隊的最後一個 飛彈驅逐艦 對 他就被擊落了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他還可以遠距離的摧毀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射程 有350公里以上 他摧毀俄羅斯的空軍基地的這個油庫 你看 Before是這樣子 After就變得是這個樣子 那除了這個空軍的這個基地的油彈庫之外 包括說他們的這個飛機機場 機場來說你看 有三個這個窟窿 三個窟窿就是什麼 他們用這樣來擊落這個攻擊 你還沒有飛出去的米格31 我們就把你打掉 那除了米格31打掉之外來說 他還擊中了這個地區的這個重要的雷達戰 所以你知道這一次的ATACMS 你看一個火光出來 這就是那個雷達戰 對 火光出來就被打掉 你就知道這個ATACMS是目前為止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威 那你知道 而且你說這個ATACMS 陸軍戰術飛彈它只是一代 是 現在的第二代跟第三代 對 要部署在亞太 對 要部署在第一島鏈 由美國的濱海作戰團來使用 對沒錯 我們剛才講的ATACMS 是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威 但是美軍呢 部署到亞太的 它是下一代的這個PRSM 這個武器更大更厲害 而且它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海馬式 還有這個多管火箭系統可以發射 也就是說它的機動性更快 它可以 我們剛才講到ATACMS是305公里 但是這一次的PRSM 它可以650公里 多一倍 對 速度更快 然後火力更強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已經拿到了 那我一預測 軍方都預測說 它可能會把這個地方 部署到靠近這個台灣海峽 這個地方的海馬式的 未來的作戰系統 尤其是亞太地區 它就會搭載這個PRSM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 它的濱海作戰團的演習就是 它的C13都很快的降落 降落了以後 它從C13彈洞下來 我的飛彈車 海馬式的飛彈車 上面 你說這個載的 就是這個要講的 這個PRSM 沒錯 好 那未來可能是搭載這個 攻擊火力更強 從過去的300 提升到600 好 那你更不用講 菲律賓這個地方 還留有所謂的堤峰 堤峰來說的話 它可以搭載 包括說像戰斧飛彈 或是標6的這個飛彈 它的這個射程範圍 也可以到2000 所以你看有2000多公里的 然後也有這個 所謂的涵蓋600公里的 這個海馬式所搭載的PRSM 這等於是說 菲律賓的未來可能會變成是 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未來可能在防衛 台灣南部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軍事的這個夥伴 所以說中國是玩假的 我們跟他講 當你這個所謂的 你要威和台灣 威和台灣總是來 兩個真的炸彈 是的 沒有 它全部都是用動畫的 完全被人看破手下 當你被用動畫 你用動畫的時候 剛剛我們的F16V上去 我們的軍艦上去 都是滿載彈的 對 好 那不是只有台灣的這個 我們軍方準備好 連美國都是 雖然美國是PO了一個雷根號的 PO了一個說 我們在練瑜伽 可是人家不是只有在練瑜伽 抱歉 你知道他們還在練什麼 他們大規模的起降 輪流的起降 你看 包括說這個F18E的這個 超級大黃蜂 還有餘音機 E2D的餘音機 鷹眼機 對 還有包括說像這個 咆哮者的這個電戰機 這個EA18G 全部都出去 他們說他們都大規模的演練 除了大規模的演練之外 你看 美國還出動什麼 RCE-135他們從加索納飛來 你看從加索納飛來之後 你看它還靠近上海這個地方 然後再折回去 那不是只有5月10號 5月17號 它也來到這個地方 台灣的這個西南 西南的這個空域這個地方 然後5月23號之後 它也同步在起飛 這個P-8A 還有RCE-135R的這個飛機 同時起飛 所以顯見 美國雖然 他PO了這個我們在練瑜伽 可是美國是真的非常盯緊 在準備這一次中國的軍演 他們不能有任何的閃失出現 好 瑞德 干擾了 中國昨天在早上7點45分的時候 他說在一個完全無預警 在一個讓台灣完全措手不及 沒有任何因應時間的狀況下 他開始進行對台這個軍演 可是對台軍演搞了半天 你很多是用動畫的 跟你說台灣是完真的 因為我們的陸 海 空全部都動了 導播再看 連我們的F-16V 現在居然有一個剛剛講的 狙擊者的這個夾艙 它已經看得很遠 看得很準 請問如果F-16V的這個狙擊者夾艙 都可以看得到你 看得到你就打得到你 現在雷達包括雷達看得到就打得到 很簡單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這一次 直接公布相關的狙擊者夾艙 而且這一次包括P-3C反潛機 都由空中往這個海面 全部公布這個畫面 這是有史以來 國防部第一次公布喔 P-3C的畫面也出來了 為什麼要公布 以前為什麼不公布 以前你都會以為說 是不是飛行員在後面上 用相機拍還是怎麼樣 這一次直接公布 我們的徵兆夾艙直接拍 徵兆夾艙拍 還有我們的飛機上去就告訴你說 你的飛機飛來 我就直接在旁邊扮飛 這個是P-3C去看海面的動作 你在海面上有任何異曲移動 我都會知道 寶傑你知道這次親門踏戶 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們的軍艦跟軍機是有史以來 飛得最離台灣最近24海裡逼近 你知道嗎 但你知道一件事 那麼這兩天他們的軍艦過來 那麼要脅迫 尤其在台灣的這個蘇澳外海 跟這個花蓮外海呢 我們的軍艦跟他們的軍艦 我們盯著他們的軍艦 最近你知道離多遠嗎 多遠 一公里 你知道嗎 一公里 就是一公里 一公里是什麼意思 一個不小心啪就撞上去了 你知道嗎 但是 我們為什麼要公布這個影彈 就跟你講 國進沒在怕你嘛 我當然整體戰力不如你啊 這不用講嘛 你世界強國 你五百顆六百顆核子彈頭嘛 你的這個等於說 船隻像下角子一樣下嘛 但你是攻我是守啊 那寶傑你知道 這次單單這個機動相關的 這個反艦跟防空飛彈呢 我們出動了多少 三百多名 很簡單嘛 那為什麼 你以為這次東部戰區跟整個中國 他們把所有的精銳都出來嗎 沒有 這一次包圍的對象包括台灣 那麼五個地方之外呢 你知道他把金門馬祖團團圍住 那包括這個烏丘跟這個等於說 東影島也團團圍住 他表定是這樣嘛 可你知道他到烏丘跟東影是派什麼去嗎 他是派海警船去 所以我們的海巡署也派我們的海巡船去 你說海巡也動了 對 那這次呢 大概是這麼多年以來啊 第一次我們把已經落成 已經這個等於 那麼直接下水的這個相關的 駝江艦一起派去 駝江艦上面有什麼 有反艦飛彈 有防空飛彈嘛 所以呢 一起派去的 就是告訴你什麼 我不怕你啦 我說拼命啦 我們現在很多人在這個肯丁看到 對不對 在台中看到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你沒看到的是 在花蓮台東的相關的海岸上面都有 全部海風大隊都有密密麻麻 只是不讓你知道 你沒有看到而已啦 對 那什麼意思啊 你是玩假的 我是玩真的 剛剛寶傑問說 那這次為什麼用那個動畫呢 而且動畫做得太假 跟一年前的那個動畫一樣 為什麼不實彈實射呢 為什麼 因為下一次它才要實彈 為什麼 2024A 2024A是很倉促 我從一個地方就看出 這一次根本只是一個演練而已 連演習都談不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請問一下 東部戰區有兩艘的 動拐舞最新的兩棲登陸艦 這一次為什麼不派 為什麼 為什麼是派老舊的動拐妖來啊 因為很簡單 因為來不及派 因為是臨時決定要出來 要給賴清德 要恫嚇台灣人 所以呢 臨時派出這些東西 你說來不及動員 就說來不及集結 然後呢 為了要嚇台灣人 所以故意講個 殲20來了 台灣的最大的客氣 我就不相信你殲20 你把畫面相關公布嘛 為什麼 有人說 有退將說 台灣沒有這個 等於說可以偵測殲20相關的雷達 誰說的 為了這件事情 還有一大堆國防部的人 被處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相關的新聞官 不小心把澎湖所部署 可以偵測真20的雷達車 給曝光在清潔日報上面嘛 很簡單嘛 那麼請問如果沒有的話 幹嘛要處分一大堆人啊 好 那今天 賴清德我剛剛講 昨天賴清德跑去哪裡 跑去了66 等於說陸戰隊66旅 這個很有意義嗎 很特別嗎 當然 那麼海軍陸戰隊 台灣曾經有全世界 最強大的海軍陸戰隊 我們有三個師 準備反攻大陸的時候用的 海軍陸戰隊打前鋒 然後呢 打完的地方 就交給後面的這個 11 20個陸軍師啊 所以海軍陸戰隊非常強 現在是99旅跟66旅嘛 那麼這一次 那麼賴清德以三軍統帥 第一次到海軍陸戰隊的66旅 去看什麼 去看包括刺針飛彈 包括各式的飛彈 跟看他的火力展示 跟他的防禦 為什麼呢 因為首都的衛需 就由那個66旅來這個 跟憲兵來負責嘛 所以他故意去看66旅 故意去 你不要小看他 看飛彈好像感覺沒什麼 對不對 他其實在做 軟性的 軟性的 抗議 就是跟你講說 你在那邊搞軍演 你以為我在那邊吃素的 所以台灣 別的本事沒有 你要攻打我 你想要這個 對我怎麼樣的話呢 我只有 把我的飛彈給擺出來 中國玩假的 但是台灣搞真的 因為怕你們到時候 用演習為名 還真的要把我們的 相關的島嶼 給拿下來 每個月美麗島電子包 民調都會做一個 國政的調查 在上面最後一次 是蔡英文總統 你說這一次五月 是賴清德總統的第一次 美麗島電子包 你說當時至關重要 50%是他一個重要的關卡 就我今天剛剛講的 他上任之後 他的舊子眼說 中國非常不滿意 中國非常不滿意之後 他現在對台灣是文攻武克 在文攻武克的狀況下 賴清德的信任度 居然高達53%了 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民調 我們的民調裡面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信任度調查 一個叫做滿意度調查 那因為滿意度 要看他的這個 施政的好壞結果 大概還要再多一點的時間 就可以知道 那今天看到的就是說 他的信任度調查 已經突破50% 高達53% 但負面評價來講 然後他33.9%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 還是有一些政黨的這些的 不同政黨的立場 會有不同的選項 但是目前 以他的信任度來講的話 這個就是他個人的品牌 他的一個賴清德總統 本身的人格特質 所表現出來的信任度 這個東西長期不容易變動 可是中國不是文攻武克嗎 不是講說你的毒性 比李登輝 陳水扁 蔡英文 還來得強嗎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今年碰到一個 就是說非常不平凡的 也不平靜的一個520 廣年的520 大家就是有一點高來高去 但是也不會說真的到了一個 攤牌翻臉的程度 但是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對外 對外部 譬如說北京當局跟賴政府之間 完全攤牌 他們就翻臉了嘛 那翻臉的情況之下 你看不管他演習的是真的 真的部分虛的假的摻雜的 但是高度的表達了惡意 以外媒國際媒體的報道來講的話 都稱之為叫做懲罰嘛 都犯罪 那這種軟弱無力的懲罰 變成一個笑話了 對不對我們也看到 那後續還有什麼東西不知道 可是關鍵是什麼時候 是美國選舉 所以我認為在美國大選11月之前 我認為北京當局不敢有大的動作 因為這個大動作會造成更大的這個 會影響到美國總統的選情 影響到美國選情的話 他就會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 然後第三點來講的話 賴清德反而因為這個衝突之下 對外 對北京 對內 對所謂的在野黨 這個朝小野大的這個格局 因為這幾天衝撞 又衝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 所以這個民調 所以反快再移動了 對 反快大量移動 就是變成民眾黨的支持者 大概有 我認為有大概百分之 四十左右的年輕人 大量在這兩天 全部移動支持賴清德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 而且非常具體的一個 一個明顯的一個現象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